英国的莲花敬问的 感恩鼎礼师尊 弟子请教金刚颂 可以在散步或外出 坐公车的时候坐吗 另外 披甲护身如何在外出时坐呢 我先讲披甲护身 披甲护身 你在家里就要坐了 你要出门 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是 金刚手的手印 也可以用这个 上开 上开 这个做披甲护身 你要出门的时候 就可以坐 披甲护身如何在外出时坐呢 你要外出之前 你就在家里坐了 然后再外出 在外出 在外出 那 好像我们穿衣服 做披甲护身 你可以握拳 握顾印 把衣服拿起来 放在衣服上面 要穿衣服 也是念七遍 拿开 这个衣服 穿上 就是披甲护身 这是披甲护身 用一只单手 单手就是握顾印 坐 也可以 这个也是披甲护身 穿上衣服 就是披甲护身 那 现在他问 金刚颂 可以在散步 或外出 坐公车 的时候 坐吗 你们有没有 散步的时候 坐金刚颂 有人坐过吧 有人坐过的几手 没有 那 你们坐公车的时候 坐公车的时候 有 有坐吗 有坐金刚颂 有人坐吗 坐了几手 联姻 教授师 坐 坐过 坐公车的时候 坐 那边 那个 李扬那边 有一个人 飞手 看不到他的头 只是飞手 说有坐 并想 他说坐公车 有坐过 坐公车 应该是可以坐 散步的时候 坐金刚颂 这很厉害 这很厉害 一边一边散步 一边做金刚颂 创到电线杆 掉到池塘里面 掉到水池里面 都有可能 因为做金刚颂也要精神集中 精神集中的时候 一心不能恶用 我记得有一心恶用法 你知道吗 在那个 哪个地方 色调英雄传 老顽童 周伯通 他教阳 孤静 还有教阳过 他说一只手 画圈圈 一只手 画四方形 一只手 画四方形 一只手 画圈圈 他说 你只要会 一心恶用 你就能够 这个 双剑合壁 双剑合壁 那个杨过是 这个什么 玉女真金 跟那个 这个 从阳 那个王从阳的 这个 亲 那个 王从阳的 前真派的 前奔派的剑 跟玉女 玉女真金的剑 双剑合壁 两个人可以应用 他现在炼成 一心恶用 就是 拿两只剑 就可以 双剑合壁 这 射雕英雄传 跟那个 神雕侠礼 里面 所讲到的 你一面 散步 看自然的 风景 一面也能够 做 宝瓶 做这个 金刚颂 一心恶用 一心恶用 哇 你真的是 周伯通 这个我不敢做 我不敢做 所以呢 披甲附身 在 出外前 坐 这个金刚颂 在散步的时候 还是不要坐 不然你 掉到那个 水沟里面 我不管 外出 坐公车 可以 因为你知道 还有多少时间 你可以坐 金刚颂 闭起眼 静静的坐 坐公车 可以坐 金刚颂 可以 我可以